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期香港發生的事 令到我們原本已經疲弱的經濟 更加受到重創 環球經濟環境是非常之差的 我們現在面對一個內外交困的形勢 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的日校學生 我們會每人提供2500元的津貼 希望有90萬名學生受惠 幫助家長的負擔 這方面涉及的開支大概是23億元 此外房委會和房協下面的公屋單位 會為這些低收入的租戶 代繳一個月的租金 開支大概是14億元 此外我們會為住宅的用戶 每一個電力戶口提供一次性2000元的電費補貼 涉及大概是56億元的開支 受惠的住宅單位大概有270萬個 イベント就等於是百分之一 電視頻成小學 gir致節之 Gordon 或實賞女子很熱情 那我們現在無法通戶出 Food